大家好,我是魔法创作师,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 今天才知道,原来牙膏还有这样的作用,解决了生活中的一些小烦恼,真的是太厉害了。 牙膏相信我们都不会陌生,我们每天早晚都会用它来刷牙,它能够有效地美白我们的牙齿,清洁牙齿污渍,使口腔保持清新愉悦,让自己容光焕发。 但是你知道牙膏除了美白牙齿以外,它在我们的生活中,还有什么别的妙用吗? 今天呢,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,牙膏的几个小妙用,能解决我们生活中非常多的大难题。 如果将牙膏仅仅是拿来刷牙,就真的是太浪费了。 那么下面就继续跟着视频往下看吧。 妙用一,清洁小白鞋。 小白鞋,是很多人夏日必备的时尚单品。 白鞋不仅非常好穿搭配衣服,而且穿起来呢也舒适凉爽。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几双小白鞋吧。 白鞋虽然看着好看舒适,但是非常容易脏,穿久了还容易发黄。 只用清水清洗的话,根本就清洗不干净的。 这时就可以借助牙膏来刷洗了。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牙膏刷鞋子,鞋子就会变得比较白。 尤其是在清洗小白鞋的时候,鞋子的洁白程度是很重要的。 看看就这样简单地刷洗两下。 上面的黄字污垢就有明显的脱落了。 牙膏的清洁能力简直是没话说。 很多东西脏了,基本上呢都可以用牙膏去去除污渍。 使用牙刷挤上牙膏后,轻轻擦拭鞋子的表面, 就能够去除鞋子表面的黄色污渍,而且还不会刮伤表面。 最后我们用潮湿的抹布,将其擦拭干净,鞋子瞬间就变得洁净透亮了。 全程根本不需要用一滴水。 使用效果特别棒,为什么牙膏能够将鞋子清洗干净呢? 原理也挺简单的。 牙膏的主要原理,就是牙膏,一般含有美白剂和磨砂剂。 用它来清洁鞋子白鞭的话,效果是非常的不错的。 妙用二,就是清洁水垢。 我们知道这个刷牙杯子啊,大人的还好,每天刷完自己可以清洗。 家里面孩子用过的刷牙杯啊,没有几个是自己自觉去洗的。 几天不洗,就可以看到上面有许多的水垢。 而这种水垢呢,时间一长定型之后,不管我们用水怎么冲洗,都不会清洗干净了。 水洗过后,把上面的水分擦拭干净,可以看到这些水渍又出现了。 其实这个时候,我们就可以用牙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在杯子上面挤入少量的牙膏。 如果水垢不严重,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来进行搓洗。 把牙膏搓散。 如果水垢比较严重的话,那么就可以用干净的摆截布,来进行轻轻地擦拭。 擦洗的时候时间要长一点。 每一个有水渍的地方,都不要放过。 我们利用牙膏,它的清洁能力,以及里面的微颗粒,就可以将表面的水渍去除。 搓洗一会后,我们用流动清水,将杯子表面的牙膏残留冲洗干净。 接着再用纸巾把表面的水分擦干。 擦干之后,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满是水垢的杯子,已经变得非常的干净。 只要被搓洗到的地方呢,杯子上面的水垢都不见了。 妙用三,平时烧饭做菜,避免不了会被油脂溅到皮肤上。 这时疼痛感就瞬间袭来,让人疼痛难忍。 在没有破皮出血的情况下呢,我们就可以用牙膏来缓解疼痛。 在烫伤之后,没有明显创伤时,我们需要及时用冷水,对窗面进行冲洗,以达到快速降低局部的温度。 从而减轻热力,对深部组织的进一步损伤。 然后我们敷上一点牙膏。 用棉签轻轻地推开,自己也会缓解很多。 但是在烫伤之后,我们经过冷疗之后,也要及时到医院使用正规的烫伤膏,以及其他外用药物,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哦。 窗面严重的话,就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方法了哦。 妙用四,去除灶台,以及油烟机上面的,一些污垢和油渍,燃气造势我们。 每天都要用到的地方。 那么我们用完之后,如果不及时把它擦干净的话,那么上面就会留下污渍。 时间一久就特别不好清除。 就算是每天擦拭的话,上面也会留下一些污渍和一些水渍,就像我们家的燃气灶上面一样。 看上去非常的脏,就好像很久没清理了一样。 但是如果只是用普通的抹布,来进行擦拭的话,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。 其实这个时候,我们就可以往上面挤上一点牙膏。 牙膏的量不需要太多,挤下来之后,将它抹在我们的灶台上。 这个时候,再找一个不要的就牙刷,来进行擦拭,把牙膏刷开,刷到每一个需要清理的地方。 我们都知道牙膏具有一定的清洁作用,并且牙膏里面还含有一些比较微小的颗粒。 那么我们在这样刷的过程中,就可以利用牙膏的清洁作用,以及里面的一些小颗粒,在台面上进行摩擦。 那么这样就很容易,将上面的一些污垢,污渍轻松地带走了。 刷的时候,注意每一个地方都要刷到,尤其是一些边边角角,平时不容易被清理到的地方。 刷的时间也要长一点,这样呢,牙膏才能充分地发挥出它的作用。 刷好后,现在准备一条毛巾,轻轻地将上面的牙膏擦拭掉。 每一个有牙膏的地方,我们都要将它擦拭掉哦,不需要太用力,只需要把牙膏残留擦掉就可以。 这个过程千万不要眨眼睛。 我们可以看到呢,牙膏污渍被擦掉之后,我们的这个燃气灶,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。 没有一点点的污渍,来看一下擦拭过后,是不是和之前没有擦的时候。 是天壤之别呢,非常的干净,就像新买回来的时候的样子吧。 看来这个牙膏的作用,是不是棒棒的。 妙用五,清除异味,烧菜做饭离不开鸡鸭鱼肉,特别是我们在处理鸡鸭鱼的时候,腥味会比较重。 还有包完大蒜后,尤其是案板上和手上的味道,非常难去除。 就算是用洗洁精洗了之后,身上仍然会有这个味道,确实非常难受。 这种情况下,大家就可以用牙膏来洗手。 你可以稍微地取一点牙膏,放在手心搓一会,再用清水洗干净,就会发现手上的鱼腥味没有了。 这个妙用是非常实用的,如果大家下次处理鱼后,手上的腥味非常重,就可以试着用牙膏洗手。 效果特别好,而且手上还会余留牙膏的芳香哦。 最后一个妙用,像苹果、梨,一般都是所有家庭里面。 经常常见的两种水果,很多朋友都习惯用小苏打,或者是食盐来进行清洗,那样呢也比较麻烦。 其实呢,我们也可以用牙膏,来将它们进行清洁哦。 我们把苹果盒里打湿之后,上面挤上一点牙膏。 然后用手进行揉搓,利用牙膏的清洁作用和摩擦力,就可以很好地将苹果表面的。 脏东西带走,非常的好用,尤其是用来清洗苹果。 还有梨等,这些表面比较光滑的水果。 也是搓洗约一到两分钟之后,我们就用清水,将水果冲洗干净就可以。 把水果表面的牙膏残留冲洗干净。 像这样呢,苹果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。 今天呢,主要给大家分享了一些,牙膏的使用小妙招。 没想到牙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,还有如此多的妙用吧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内容呢,就分享完了。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,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。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 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。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。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 每天呢,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。 别忘了关注我哟。 感谢您的支持。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